中风三十 细念法师 习讲 尊敬的主位法师 尊敬的主位同修 护法 大德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墨学 再一次借这个佛妻 中风三十 细念法师 再一次为大家来洗讲 三十细念内容的大义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三十细念内容的开示 中风古师确实真的是 用心良苦 苦口婆心 劝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要把这个事实的真相 看清楚 看明白 这样一来 我们写佛 我们写佛 才不会错过这一次的因缘 所以在三十细念 有一段中风古师讲得非常好 长鼓鼓鼓于晨老 但茫茫于岁月 长鼓鼓于晨老 鼓鼓讲的就是 因为我们迷了 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都在这个尘劳 尘劳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轮回 简单的说就是六道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生生世世因为迷了 无法解脱 所以这一句话的提醒 告诉我们但茫茫以岁月 这一生我们遇到了这个法门 无比殊胜的法门 但是你不珍惜 不好好去学习 是认真的去用功 但茫茫以岁月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如果这样下去 过这样的生活 那真的太冤枉了 所以要珍惜 世事世无常 人生很短暂的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念佛 明天能不能再聚会一起 没有人能够保障的 所以要好好珍惜 所以上一次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学佛 在学佛当中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特别是念佛法门 说明我们的祖先五代 积很多的德 才会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要好好珍惜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它的核心在哪里呢 请问大家 两千五百年前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三百以会 用现在来讲 所讲的法门 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今天我们周围佛的弟子 学佛的 那请问大家 释迦牟尼佛讲经讲了这么长 这么久 它的核心在哪里呢 释迦牟尼佛 它的核心 它的主要性的 它的教义在哪里 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 不然的话 我们学佛会走错方向 走错目标 那真的是浪费了 那请问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都在学习 只是差别我在这个地方 我坐在上面 你们坐在下面 但是你们可以有机会 有一天你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但是条件一个 最好 最好什么呢 跟我一样 不容易 师父出家 二十七岁 今年 已经四十七了 二十几年了 真的不容易 特别是在这个现代 现在时代 又获得力量太强 你不留神 被迷了 那请问大家 释迦牟尼佛教义的中心 主要在讲哪里呢 就是讲这么长的经 这么多年 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 你这一生能不能脱离六道 出离三界 了生死出三界 德旧尽乐 离旧尽苦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核心 如果今天你学佛 只是学一点福报 只是讲一点福报 释迦牟尼佛没必要出现 因为出现是多余的 为什么 因为宗教都能够讲得到 今天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六道是苦的 教我们要好好在这一生当中 你能够明白 所以把八万四千法门 来为我们说明 因为每一个法门 都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六道 得救尽乐 离救尽苦 但是在这个时代 主位同修 这么多的法门 我们不靠念佛法门 你能吗 很难 太难了 在这个末法时代 我们的上跟福德因缘 不如以前了 所以在弥陀经里面 四次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 你要念佛 你要相信 你要发愿 只有这个念佛法门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桩事情 除了脱离六道轮回 那个才是真正的佛教 中心建立在这个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讲了这么多 没有别的 都是在讲这一桩事情 那今天我们遇到了 我们有这个机会了 而且这个法门 简单容易方便 在一切时一切处 你都有这个能力去念佛 只要你那个心用对了 古人不是常讲吗 岩石都会点头的 只要你那个心真的 很用功 在念这句名号 你真心发愿 你真心在落实 难道阿弥陀佛没有大慈大悲吗 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我们念佛 念了这么多年 不能得力呢 你那个用心不对 所以啊 念佛能不能成就 总在什么 一念之间而已 一念之间绝了 处处都是阿弥陀佛 就算看到前面的 狂风大浪 是这些的逆境顺境 都是阿弥陀佛出现的 都是阿弥陀佛出现的 但是你一念之间迷了 就算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 你也见不着阿弥陀佛 所以只要用心对了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实 你那个念佛 你那个念佛都不可思议的得力 这个我们要信心 所以啊 到今天呢 说实在的 我对阿弥陀佛 都非常的深信 一事好怀疑都没有 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遇到种种的困扰 遇到种种的烦恼 遇到种种的 这些的境界 其实如果我们用佛法来讲 都是佛菩萨来给我们考验的 不要去抱怨 也不要去起了嗔恨心 欢欢喜喜是接受 你在这个人生当中 是非常的自在 为什么呢 在这个环境里面 人不如一世的太多了 所谓古人才讲 人不如一世长八九 很多事情啊 当中佛菩萨在考验我们 你考验及格了 往生西方 才会有保护 但是如果为这些境界 外面的境界 一考就倒了 那以后念佛往生了 就很难得保障了 所以啊 什么境界都好 你今天被人家骂 被人家批评 被人家说那些 你不喜欢的 没关系吗 当作一种修行 一种考验 一种考验 今天有一位吉士 说师父这个佛号 念佛的功德 在经上里面 佛菩萨为我们说明 那个功德不可思议的 那请问师父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有多大 我请问大家 能不能帮我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功德有多大 说实在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 我是反复啊 不要说我自己本身 连那个 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 摄利佛 智慧第一的 他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能靠的功德 有多大 智慧第一都不知道 何况我们呢 所以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 告诉我们 为佛以佛方能究竟啊 九法界的众生 岂能知道呢 只有诸佛如来 才能够明了 这句名号的功德 我们反复 是不可能能够了解的 那怎么办呢 不要想太多 老实就是了 那我如果想要了解之道 很简单 好好念佛 将来啊 到了西方籍的世界 看到了阿弥陀佛 你就问他老人家 老人家都会跟你说的 只有这个方法啊 没有方法 除了这个 没有这个方法了 除非你成佛了 所以 你老实念佛 听话真干 将来到了西方 喜乐世界去了 你就问他老人家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名号 是他老人家创造的 他一清二楚的 会告诉你 只有一个条件 好好念佛 将来我们一起 同生极乐国 我们一起来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的功德 有多大 你就明白了 现在我们是没办法 只有听话 真干 最后老实 只有保障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只能这样的解答 因为我真的 我不知道 好 我们接下来 要继续给大家来 继续讲这个三十七年 上一次呢 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啊 到这个一段经文啊 上来起见 三十四年敬业道场 今当第一时 佛式以缘 如上书宣 陀入弥陀 大院海中 专为往生堂上 众等光临 求生净土 经文啊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啊 上个诗 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包括我们今天做这个防卫 特别是这些往生堂上 众等光临 他们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 能不能阿弥陀佛 接远到西方极乐世界 关键不在阿弥陀佛那边 关键在我们自己本身 上一个星期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阿弥陀佛有这个心 愿意接纳一切众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众生不愿意呢 阿弥陀佛也没办法呀 但是有一个 可以帮助这些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有这个几率 往生能够提高呢 那我们一定要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当你来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 你真心用心来为这个亡灵 来参与这个法会 那你的诚心会感召这些亡灵 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 而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 来参与这个法会 听三十七年的内容开示 又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拜颤 一起来诵经 那这个亡灵的往生之力 就非常的高了 所以因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尊敬的 注意同修大德 我们做这个三十七年 条件只有一个 用你的真诚心 来参与这个法会 你的真诚心 能够感动整个大地 一切万法 而在这个感动当中 这个亡者 或者我们来参与这个法会的人 那得到利益太高了 如果今天我们来参与这个法会 无心 当作一种开玩笑 有心 无心的 那这个亡者得利益的 就比较低 不是没有 有 起码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鬼道可能会脱离 得到人道 获得到天道 这样有这样的利益 所以大家要放心 这个简单再重复一下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请合掌 但念至从无始 弃至今生 一念为真 随情造业 众我为非 六根足望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中风果师 他在这一段的开示 其实他的主要 是对于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修学 这个修学就是说 你念佛也好 学禅也罢 或者对于那些 出学佛的人 刚刚入佛门的 对于这些的众生 有实际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中风果师 这一段的开示 最主要的 你是讲什么呢 最主要是讲 忏悔这个方法 就是教导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无论出世 带人接物 你要不断地去反省自己 改过之心 这一段的主要的 是为我们说明这一段事情 所以我每次做三十七年 念到这一段的开示 首先我都想到我自己本身 因为这一段的主要的 是教你要忏悔 叫我们不断地去反省 不断地去改过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中风果师 教我们不断地去反省自己呢 教我们不断地去改过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那你的身口一雅三雅 就避免不了 被一些犯了那些过失 犯了过失 等于中了因 有因必有果 你中了因 你将来会受果报的 你看我们的身口一三雅 在日常生活里面 无论处事待人接物 常常避免不了 会犯自己的过失 难道大家没有留意吗 难道大家没有留意啊 所以为什么教我们要多念佛 让我们这个身口一三雅 不要去造业 造了业啊 那将来就很麻烦了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我们的口业 我们的口业啊 要小心耶 你不要以为造了口业没有果报 很恐怖耶 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曾经啊 堕在地狱啊 六十世哦 六十节啊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的 他曾经堕在地狱 六十世 六十节 说什么果报 他的舌胎啊 舌头啊 砍了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呢 造口业啊 还造什么口业呢 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了 曾经啊 出家 苏陀罗 他的名字叫苏陀罗 他在这个地方呢 常常讲经 那个时候是老法师 常常讲经 像师父啊 来到雪梨 常常跟大家 起讲 这个三十七年 释迦牟尼佛呢 有一天啊 就是苏陀罗 他在这个地方 常常讲经 那在讲经当中呢 他的信徒啊 很多 但是有一天啊 来了一个年轻的法师 讲经讲得很优秀 很可爱 而且听起来啊 不会感觉 好像入定一样 就打个睡了 像师父讲经 有时候大家会打个睡 我们相信我知道 像那些老菩萨 师父一开始 慢慢来 开始讲五分钟 入定了 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这个年轻的法师啊 有一次呢 刚好也是同样时间 也在讲经 但是这个老法师 在讲经的时候呢 突然间发现了 他的听众啊 跑了一半 都是福建啦 比如说有一百个人 只有二十个人 在听他讲经 全部跑到哪里去 跑到那个年轻的法师去了 然后呢 这个老法师 在讲经当中啊 他讲了一句话 哎呀 这些年轻的法师啊 这个小伙子啊 没什么样的意思 干嘛去听呢 他只是讲了这一句话而已哦 翻了什么 他的口业啊 因为他的口业呢 都在地狱啊 六十四啊 他的舌头啊 天天被砍 被那个地狱的塑的果报 你想一想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我常常劝导我们 这位同修 你今天要进入这个道场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守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 不要讲是非 就算人有这个缺点 你也不要去 宣要别人的缺点 你要怎么样呢 宣要别人的优点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你今天来到这个道场 你要记住这件事情 只要你记住这一桩事情 你才不会犯这样的过失 所以释迦牟尼佛 犯了因为这样的过失 躲在地狱啊 那你大家知道吗 那个苏陀罗 找法师都是释迦牟尼佛 那个年轻的法师是谁呢 就是阿弥陀佛 来化身 讲经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 做一个给我们看这个例子 让我们要小心 阿弥陀佛今天出现在这个世间 不一定会出现一个法师的像 有时候甚至也会出现一个乞丐 可能会出现一个女生 老人家 或者出现一个种种的 因什么身得度 他就化什么身去说法 所以要小心 今天如果我们常常犯这个口 总有一天讲到 刚好那个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不是惨了吗 所以要小心 所以今天 主位同修大德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要记得 少说一句话 下面的那个是什么呢 多念什么 多念一句佛 没事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称赞阿弥陀佛 功德产 你看阿弥陀佛 在阿弥陀佛 在《无量寿经》里面 称赞阿弥陀佛 什么呢 光中己尊 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光中己尊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什么 己尊之王 佛中之王 没有不赞参阿弥陀佛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生生世世 五量节以来 都是修什么 覆盖一切众生的缺点 心要一切众生的优点 这样我们一定要学习 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实最主要的是为我们说明 叫我们要不断地去反省自己 因为只要你一天还是反复 你的身口一三月 就避免不了会犯哪些果实 犯了果实 将来会受果报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 所以前面在这个经文里面 中风果实讲什么 淡念 淡念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反省了 不要痴迷不悟了 淡念 自从无始 淡念就是叫我们 你应该要反省了 不要再造业了 那反省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自从无始 弃至今生 什么意思呢 中风果实在这一段的讲话 非常地清楚 他说 自从无始 就是说 五量节以来 我们生生世世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 说老实话的 说老实话什么呢 说老实话 我们其实确实 的确 造了不少的业 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 你想一想 你这一生当中 到现在 从你出生那一天 到你现在 我们确实真的 造了不少的业 所以地藏菩萨 本愿经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闭着眼睛 大家能够背出来 有一段开示 地藏王菩萨讲什么呢 言福体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有没有过分 其实没有过分 以前 我刚开始读 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认为地藏王菩萨 所讲的这一句话 有点过分 但是现在我们 回想过来 我们来反省一下 我们的详细的 是反省 是检讨 我们是不是这个样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那为什么会去造业呢 疑痴了吗 为什么疑痴呢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以念为真 什么叫做以念为真 以念为真就是说 我们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到现在 不断地去造业 五量节以来 生生生世世世到现在 无法脱离六道轮回 出三界 什么样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当下 所用的是什么呢 所用的就是我们的忘心 违背了我们的真心 所以啊 忘心简单来讲 就是讲迷惑了 你想一想 你那个心一旦被迷惑了 哪来不造业的道理呢 你说呢 你不念佛 行吗 你不念佛 你的称口意 就开始就造业了 所以中风果实 三十七念 最后的 他讲了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虚亦被念佛之心 插那几几叶之手 什么叫做虚亦 就是说你不念佛了 你开始不念佛了 你懈怠了 你懒散了 你平常每一天都在念佛 你现在不念佛了 结果怎么样呢 随着自己的习气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很清楚 随着自己的烦恼 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 外面里面的诱惑 你不断都是在造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师告诉我们 你违背了你自己的真心 因此我们的六根就迷了 那请问大家 六根真的是迷了吗 告诉大家 我们的六根本身是没有坏处的 我们的六根本来都是纯净的 本来都是纯善的 本来是清净的 真的 我们的六根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是很美好的 本来是很纯净的 本来是很纯善的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 把它凑用了 就是这个 所以造成现在这样的果报 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什么 主 主是什么呢 主是讲我们的眼见色 耳闻声 笔错香 舍肠胃 这六根戒处六成的时候 都是随情造业 你想一想 尊敬的主要统修大德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师父讲的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 你被这些妄想 你被这些的妄心 因为弥勒产生了执着 而在这个地方产生了迷惑 所以你的身口一三叶 才中了种种这些不善的恶业 这是这个道理 所以中风果实 又在下面告诉我们 中我为非 这个我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执着 因为执着了 产生了我见 所以这个我呢 最主要是讲什么 讲我们的我见 那这个我见 为什么会视线呢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因为迷了吗 才会有吗 你今天觉悟了 你还会有我见吗 你还会我直吗 你还会我爱吗 你还会有我慢吗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迷了 才会有这种现象 你觉悟了 这些现象都没有了 哪来的我见 哪来的我慢 哪来的我义 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 把这个六根接触六层 你把它迷了 感到了现象 我们现在所讲的 现在的果报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了解 一个人的苦 都是从哪里来的 从你自己的迷惑来的 没有人给别人的 就是你自己感召来的 所以一念之间而已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尊敬的 主义同修大德 中风果实说 这些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要提醒我们 不断地你要去反省 不断地你要去检讨 不要将来受果报的时候 你才来忏悔 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当下 你要不断地 你要多诵经 你要多拜佛 你要多听劝 多听听这些 主师大德的开示 多听听看看 这些诸佛菩萨的开示 用什么来提醒自己呢 多诵经 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请问大家 每一天至少读 无量随便 无量寿经也好 地藏菩萨 本应经 无论什么样的经 请问大家 至少每一天一步的 请几手 太少了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为什么念佛 念了这么多年 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感应 我告诉你们 不是阿弥陀佛 没有感应 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 迷了之后 才造了什么愿 我相信大家 闭着眼睛 大家都很熟悉了 而且也能够背出来 造了什么愿 人一旦迷了 人一旦迷了 你眼睛 你的周围 你看那些人 在造月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迷了 很清楚的 人一旦迷惑了 中风果实 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看下面 的开示 请和掌 深夜则杀到邪淫 可过 可过则 望远其余 两舌恶口 一恶则 长起贪嗔 深深 施爱 游之三叶 勾手望远 长谷谷 于唇牢 但茫茫 于岁月 经文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你看中风果实 说讲得很清楚吗 人一旦迷了 你看 深口业 深夜则杀到邪淫 口过 亡言其余 两舌恶口 我们一定要知道 深夜跟口夜 这两段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几乎每一步经 释迦牟尼佛 多多少少 都会受一次良识的 在提醒我们 这个是深 从我们的深 口 这个 造业来讲 那么一夜呢 我们大家很熟悉 长起贪嗔 吃 我们的一夜 避免不了 起了贪嗔 吃的这种的 不善的业 所以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 总起来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十二月 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中风大师 提了 长起 这个长起的意思 就是我们迷惑的众生 因为迷了 不断的 都是在造业的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六坑接触六层外面的境界 多半 多半都是在造业的 而这些恶业 中风果实说得很具体 我们的牲口一三月 多半都是在造业 那你大家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毛病 如此以来 说真的 我们就会不知不觉 就埋没了 在这个晨老中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中风果实下面的告诉我们 长鼓鼓于尘牢 但茫茫一亿岁月 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叫做鼓鼓呢 时间到了 今天因为我包括灾界 过堂 我简单给大家 这个给大家说明 希望 这一短短的时间 给大家 洗讲这个三十七年 我们能够 启发我们内心的智慧 真的 要小心 我们的身口一三月 如果 我们没有好好去克服 会带来将来很多的灾难 那这个自己 一定要清楚 希望大家 多念佛 多诵经 多清劝 多听经 因为 经听多了 可能会帮助我们 经能够读多了 可能会开发我们的智慧 这个就是我们 每一天 为什么要读经 每一天 为什么要来听经 原因只有一个 希望我们 天天跟诸佛复杀在一起 而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能够 得生净土 了生死 出三界 谢谢大家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多多检讨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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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